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KFK研究院 在这里我们将一起来探讨KFK的各种有趣的问题 我们知道KFK已经在2019年的最后一天离开了我们的这个世界 但是它给我们留下了很多有用的信息和遗产 在这里我希望跟大家能够一起来研究和探讨KFK给我们留下来的各种各样的信息 当然它展示给我们一个未来的世界也体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观 如果我们能够研究的更加的透彻 我相信我们就可以更好地去理解KFK 同时我们也可以更好地去看清和把握我们的未来 那么未来它有可能对于他们来说已经发生了 但是对我们来说它是没有发生的事情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 我们怎么去理解我们的未来 怎么去把握我们的未来 这个就更有必要对KFK进行研究 所以呢在这里我希望能够跟大家一起深入地去探讨KFK的各种相关的问题 也希望朋友们喜欢谢谢大家的支持 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呢我们来探讨一下KFK2060豆瓣未来人 他是怎么样指引我们未来的职业发展方向的这样的一个话题 对于年轻人来说 如何选择这个专业方向和职业方向 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 我记得在我年轻的时候啊 那个那个时候也是听别人的意见啊 或者是社会上广泛的流传说 读中专好啊 读中专 读中专出来 然后当老师啊 或者是做什么 又快 然后呢又可以早点赚钱 很多年轻人都选择中专 结果呢他们就放弃了高中 然后升入大学 那么回头再来看这一段历史 大家发现其实很多读中专的都被 怎么说呢 他们在职业上其实已经被淘汰了 因为这个速成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呢 导致他们这个这个底蕴不够深厚 然后呢在后面的这个知识 爆炸的这个年代啊 他们没有办法去适应这样的一个新的时代 所以呢他们的职业瓶颈非常非常的那个 大 也就是相当于说他们现在 好一点的可能就是在乡村的小学啊 或者什么学校当老师 如果说混得很差的 可能都已经就是回家里当农民了 所以呢 这个职业方向和专业方向的这个选择上 其实真的非常的重要 而那个KFK 他在给我们留下来的所有的这样的一个记录当中 其实已经体现了在未来 什么样的职业是前途光明的 或者说有大的发展空间的啊 这是我们值得关注的 所以呢今天我就跟大家来 探讨一下这样的一个问题 那么实际上有一个朋友问的一个问题就是 除了目前的学科还有哪些新兴的学科 然后这个学校的教育什么会有什么新的形式 那么实际上他的这个回答已经啊 展示了未来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情景啊 他首先提到了这个基础编程在三十年代会纳入初中高中的基础教育 这个说明呢 这个计算机的这个语言编程这一块应该说是在未来会越来越受重视啊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 然后呢他也提到了有有朋友问啊 什么那个时候什么最贵呢 人们买不买得起房子啊 那么他实际上也说到了公共交通是免费的 然后呢日常比较昂贵的消费品是水果与牛奶 房子是急速工具建造的 我想像这种急速工具很有可能就是用3D打印技术什么之类的 直接可以打印出大家需要的一些房子啊 然后呢在2030年以后 这个人工智能与跨行业结合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专业方向 当然游戏行业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啊 说明这个游戏业啊应该是一个长青的一个行业 然后他也提到了这个未来的三大巨头啊 就是房屋打印公司 然后是交互游戏公司和光学虚拟真实眼镜公司啊 这个实际上啊都跟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专业有关 但是后面呢我们再总结一下 到底哪些专业跟这些都有关系啊 房屋打印3D对吧 然后交互游戏公司 他可能跟我们的这个计算机技术 然后呢跟这个AR啊 也就是虚拟现实 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虚拟现实很有关系 然后当然也跟这个呃 呃你的这个眼睛技术可能也有关系 当然这个也涉及到一些医学上的东西了 然后呢后面他也提到了这个癌症大体克服 然后呢超级细菌无法克服这个说明了这个未来的这个医学应该说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否则的话呃怎么样去面对未来的这些超级细菌呢 对吧而且呢能克服癌症说明未来的人类的这个医学已经达到了一个非常高的一个高度了 然后他也提到了这个区块链呃他的回答是最广泛应用区块链的啊 是哪些国家啊当然实际上他这个回答不是专门回答区块链 但是呢从他这个回答上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区块链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技术 在未来应该说是会得到广泛的应用啊 所以呢从kfk的这样的回答所有的这样的一些网友的这个 嗯答案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在未来哪样的一些职业方向值得我们去关注啊 比如说这个3D打印技术应该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技术 而且在未来可以应用在直接建房子上面 这个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一种技术了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农业技术 因为他说到这个日常的大家现在所呃消耗品 牛奶啊水果啊这些东西在未来将非常非常的昂贵 嗯那么如果说大家掌握了熟练的这个农业技术 在未来应该是大有可图 或者说你呃从现在开始你就去呃承包一块地或者是怎么样 对吧有土地然后你才能够种植 当然了未来的农业技术也许会发展到呃不需要太多的土地 就能够种植很多的一些东西啊 比如说立体种植啊或者是什么样发展一些新的农业技术 这个都跟农业技术有关系 那么这样的一个职业方向应该是大有可为的 然后还有人工智能 那简直就是未来的这个主导地位的这样的一个技术了 还有区块链 以及这个医生行业啊 这样的一些职业方向呢值得大家关注 那么如果说大家想从事这样的一些职业方向的话呢 那我们应该在现在在大学里面或者说在自己在职业规划上面自己选择什么样的专业去学习呢 你比如说计算机这个是肯定一直是保持热门的一个专业啊 然后是农业 这个也是值得大家关注的啊 当然了现在好像大家学农业的朋友比较少啊 大家总觉得学农业哎呀没有什么前途 但是在未来 按照KFK的这个指引 农业应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行业了 然后还有自动化控制 这个实际上都跟计算机结合在一起 然后是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现在已经提高到一个非常高的高度了 当然了现在人工智能它还还在那个计算机和自动化控制这一块里面 但是实际上未来的趋势呢 就是人工智能要把它单独作为一个专业方向 那么如果说人工智能提高的高度越来越高 大家就直接可以去选择人工智能作为自己的专业方向 这个应该说是未来是占主导性地位的这样的一个方向了 因为未来很有可能是各种人工智能机器人 包括涉及到我们生活方方面面的所有的东西 都需要用到这样的一个专业 然后当然医学它一直是人类非常重要的一个专业方向了 所以呢大家如果是学医的话 我觉得还是可以去坚持 当然了国内现在这个医学环境不是特别好 尤其是医生对吧 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也可以到国外去发展 这个是KFK对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在职业和专业上的这样的一个指引 希望我的这样的一些分析呢 能够为年轻的朋友们带来一些方向上的参考 好那么今天的这个话题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收看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 欢迎大家点赞订阅 好我们下期再见